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 确认了单身男性的择偶弱势群体的地位 数据显示 中国大陆人口低近14亿 男比女多3164万人 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比100 男同胞们一定要努力了 至少你要排在第3165万名 是从后往前数的 才不会打光棍啊 男生这边形势不容乐观 女生们就好到哪去了吗 怎么了 虽然绝对人数少 但是我们单身人数多 这是沈阳一家马大姐相亲工作室 今天早上更新的数据 来相亲的会员里边 女生以压倒性的三分之二 击败了男性可怜的三分之一 评论里也是扎心一片 怎么说的 不是吧 这男的比女的多3000万 那为啥 为啥我还是单身呢 这网友们的回复更加新呢 因为你眼高手低啊 因为优质男性与你没有交集啊 因为你岁数还小 并非十万火急啊 因为男生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更逼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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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你再等会儿 你最后那个理由是啥 就是有些男生认为 他自己他宁愿单着 更舒服更得劲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啊 怎么了 电视机前的广大单身女性朋友们 下了节目赶紧去到微博上 盘他 我这就有点过分了啊 好